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我做的不够好 以为有了孩子后 她将自己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养育孩子上 精力不够用 会非常累 在杨乐乐的人生排序里 孩子是第一位 第二位是自己 最后才是汪涵 说到这个 她很感谢汪涵的包容 但她也希望 汪涵也能更多些理解 理解她的不容易 说这话时 杨乐乐的语气里满是委屈 评论区也都在说 女人作为妈妈 作为妻子的不容易 尤其是这种辛苦 不被理解时 更加委屈 汪涵忙着工作 照顾孩子日常 教育引导孩子的任务 自然就落到了杨乐乐身上 平时学校的大小活动 家长会 都需要她去参加 家有小学生的父母 应该都懂这些东西有多繁琐 另外还要注重培养孩子的业余课长 和兴趣爱好 比如弹钢琴 搭积木等等 谁来陪伴呢 都是妈妈在操持 杨乐乐还很注重开拓孩子的眼界 一放假 她就带儿子出去旅游 去欧洲 去美国 学习新事物 交新朋友 长见识 没有妈妈的细心培养 儿子木木又怎会 无缘无故成长为一个健康 优秀的好少年 而且 杨乐乐第一次怀孕时流产了 为了孩子能停安健康出生 她停掉手头所有工作 安心养胎 对于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 她自然是加倍珍惜 她会如此重视儿子木木 只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值得一提的是 杨乐乐并不是传统意义上 为这柴米油盐赚的家庭主妇 杨乐乐是四川市大毕业的高材生 进入湖南卫视后 也坐到了准一节的位置 不够努力 不够优秀的话 她不会有当年的成绩 虽然没有经常出现在电视荧幕 但杨乐乐一直在创造自己的价值 比如坚持为公益代言 这些年 她出席了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 免费站台 她还在不停地学习 育儿方面的方面的知识 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讲座 为自己充电 还不止 杨乐乐没忘记钻研自己的事业 她去美国学习 参加红人节 怕自己如果不与时俱进 就会被时代淘汰 她创立了自己的首饰品牌 姐大多都是她自己的灵感和构思 侵入了很多心血 都秀如杨乐乐 也依旧逃不过被老公抱怨 不是一个好妻子的宿命 女人的价值 从来不是照顾孩子和丈夫 他们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汪涵在抱怨杨乐乐不是好妻子时 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 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爸爸 好老公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谢谢